投城最美的博物馆 南洋博物馆又得奖了 南洋博物馆获得了文化部第七届 公共艺术环境融合奖 文化局局长吕信芳日晴也在县务会议当中 将奖座献给县长林子庙 县长也表示说 蓝博从新建到若晨经历了18年 经过多任的县长努力的争取 以及过程受到文化部以及公民团体 还有专家等等底令相助克服了困难 能够走到公共艺术环境融合奖 一路走来相当的不容易 从文化局长手中接下文化部 公共艺术环境融合奖的讲座 县长林子庙说 蓝博从新建到若晨历经18年 过程中受到文化部、公民团体、专家学者 鼎力相助并克服重重难关 能够获得这项殊荣实在是不简单 第七届公共艺术表 全国共有236案的作品 最终选出17案 南洋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建筑物本身 就是公共艺术的作品 去年我们更有南国的光雕 把光雕投射在建筑物上大受好评 南国开放到现在刚好十年 县补团队会持续的努力 落实文化部公共艺术奖的肯定 共同打造宜兰的美好生活 馆长陈碧玲也进一步表示 国馆的建筑不但和环境议题美学搭街 更积极结合地方文化软体美学 常年举办春夏秋冬世纪的音乐节 让宜兰的世纪地景和文化艺术来结合 另一方面在文化局的指导之下 和教育处博物馆家族等单位 共同来推动环境教育 营造全国最大最有趣的超级校园 第七届的国家公共艺术的一个奖项 这个在236个作品当中只有17个入奖 而且只有唯一一件 也是目前全台湾唯一一件 以公共艺术的这个建筑物 本体作为公共艺术的一个奖项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 也是算是台湾的创举 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获得这个环境融合奖 宜兰雄文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